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年已经达到了2.3兆美元 那么依据统计在三年内可以达到4.47兆美元 台湾经贸网有很多的服务 有一项就是我们的会员动态仪表板 那依据这个动态仪表板 我们就可以来知道买主的来源国 买主的这个热池的这个分析 以及我们更进一步的可以了解到 同样产业来访问的这个买主的一个 比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 所以呢透过这些的一个分析呢 可以让厂商进一步的了解买主的资讯 同时呢也可以跟自己的产业的优缺点 来做一个比较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呢 特别邀请具实战经验的专家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台湾电子商务创业联谊会的陈秘书长呢 他其实进入跨境电商的领域已经15年了 在2009年呢 他开创了台湾秀模 然后非常成功的将保养品 带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也成为了很多电商网站的一个顾问 那另外呢 台湾网商协会林宪宗理事长 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经贸网的会员 享栗工业 他是享栗工业的副总经理 他一手呢将传统的产业把它带进到跨境电商 那远广设计的张总经理跟谭经理呢 今天将以在台湾经贸网建制的这个网页呢 然后善用动态仪表板 彩恰意等服务 那么怎么样运用这边这些技巧 让各位的产品可以很容易的让买主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